早上好呀姐妹们 好久不见 终于可以宅家休息几天 今天来做个芋泥五米寿司 上锅蒸汤 接下来准备一些喜欢的食材 给它切成条状 姐很爱的生黄瓜 再来切根火腿肠 也可以换成其他肉 午餐肉蟹肉棒都可以 不咋喜欢的胡萝卜 给它切成细丝 一次一次一小撮 做个鸡蛋饼 鸡蛋加牛奶加黑胡椒 小货搅和 啪小破锅沾来点黄油 倒入蛋液小火尖探 下面请欣赏 姐的多此一句 明明可以整张碟 飞在这磨洋宫 准备开导 咱就是一个 按上芋泥的大动作 加点子熟分倒塌 倒出细腻 倒出风采 保鲜膜 芋泥 抹平 海苔 各种条条可以放多一点 沙拉酱 快过期的肉松 接下来就是 突然有点没脸说 没想到难道姐的是卷手丝 无处安放的保鲜膜和竹帘 勉强成形 小心翼翼浅切一下 刚剩下的已丢玉泥 玉泥牛奶搞定 哈哈哈哈 姐已经等不及了 哎呀 太好吃了吧 你们也快试试